好,那我们今天在聚会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刚刚佳华所说的台湾的疫情非常的快速 而且让民心非常的动荡 那我们在今天的聚会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知道这一次的疫情很不一样 因为我们在过去看到台湾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 他们一直做得很好,他们防疫工作很好 但是突然就被贡献了 所以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为这个全球的疫情来祷告 特别要对台湾来说话,告诉台湾不要怕,你只要信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因为我们要宣告耶稣你的保血有功效 耶稣的保血要来涂抹 主啊,涂抹台湾,护币台湾,让台湾看见 主耶稣你是帮助他们在这一次疫情 不会很大受影响的 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要宣告台湾在你的保守之下 我们也要用十篇九十一篇来为台湾祷告 你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象 主啊,你说虽然有千人扑倒在我的右边,万人扑倒在我的左边 但是主,你说这灾不必临到我 主啊,日间的飞溅,晚间的瘟疫不会临到我 主啊,我也特别为台湾来祷告 愿主你自己在台湾做王掌权 主啊,让台湾经过这一次的惊吓 主啊,他们真的要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 我们也求主耶稣你自己亲自来保守看顾台湾 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主啊,我们也为夏威夷的疫情来祷告 虽然我们许多人打了这个疫苗 但是我们每天的那个确诊病例还是居高不下 主啊,我们知道这个瘟疫不是很容易借着打针就可以过去的 主啊,你也在圣经里面对你的百姓说 若是你使天不下雨,现在台湾是真的天不下雨 主啊,你也是那个瘟疫横行在这个全国 主,你说你要我们起来认罪,我们起来悔改 当我们认罪,我们悔改 主啊,我们就向你祷告 主啊,你就会睁眼看测听 你看我们在你面前所现的祷告 主啊,你就可以来医治这地 主啊,医治台湾,医治夏威夷,医治美国 特别要医治印度 主啊,我们祷告许许多多的国家 因为这个疫情,主啊,他们受到极大的伤害 主啊,你来让我们可以借着祷告 主,你就完完全全 主啊,把这个疫情 主啊,从我们的当中除去 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宣告耶稣的宝血有功效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感谢主,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 是那个全辈福音的祷告 就是我们所说的主导文的祷告 有一天耶稣在那个地方祷告 耶稣祷告完的时候 有一位门徒就问耶稣说 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 就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一样 耶稣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天天赐给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罪 叫我们不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 全是你的使道永远 我看到杨道诺牧师 以这个主导文在全台湾 他教大家祷告 从南到北 从翻到西 杨道诺牧师用这个主导文 掀起了一阵祷告的热浪 台湾再一次点燃这个祷告的火 杨牧师说神改变他祷告的生命乃是在二十多年前 当他有一次被这些牧者邀请到亚特兰大去参加一个牧者的祷告会 他在过去 他从来都不知道他的祷告是这样蜻蜓点水 而且他的祷告是素食文化的祷告 他常常在神的面前说 主啊 我需要这个 我需要那个 请你快快的供应我 阿们 直到这一次他参加完了这个牧者的祷告会 他整个的祷告生命他被改变了 我看到杨大诺牧师上一次也跟我们讲过了 我说过了 我对这个主导文的祷告 我也在神的面前认罪 我也在神的面前祷告 因为过去其实我在案例的时候 我想起来了 台北的杨亚牧师寄了一些神学很重要的书给我看 而且他也把马丁路的基督论还有圣灵论通通寄给我 我翻过了 我看过了 但是讲到这个主导文的时候 我就说哎呀这个我会了 所以我就把它成风起来了 直到这一次我自己为了这样子的一个祷告 我觉得我需要重新去review这个主导文 因为呢我们常常把主导文 我们很多人从小的时候我们就会被主导文 我们的教会每个礼拜二的祷告会 我们结束的时候都说我们用主导文来结束 事实上我们对主导文真的是认识吗 其实我们不是 我也曾经放过一个视频 给大家看有一个女的坐在那边祷告 她祷告的时候神就问她说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那那那那只是让我们感觉有趣一点 也是一个笑话性 那事实上不是的 如果呢我们仔细的来看那个宗教改革家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很看重 这个也是帕斯特定常常笑我 他说你看起来一副路德会的样子 Rudrit 那么有时候呢这些灵恩的教会的反而看我就说 你看起来是灵恩牧师你又不像 所以呢搞来搞去我觉得我就是真的是三不像 所以因此我就觉得我需要好好地回到路德会里面 他们有些好的地方特别这个马丁路德教这个主导文 他说主导文的祷告是祷告中的祷告 主导文的祷告是所有祷告文里面最伟大的祷告 马丁路德说主导文他以颂赞 他以感恩 他来承认上帝是我们的父 因为这个祷告是从一个关系的开始 并且是以儿女对父亲的敬重 以及对父亲的恩赐来认定 而且我们向我们的阿爸父 我们很诚实地很倾诉 祈求 这个祷告呢其实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祷告 因此呢他可以说 这个祷告是世界上最庄严的祷告 是从一个父亲跟孩子的关系开始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他们看中这个祷告文 为什么马丁路德这么重视这个祷告文的教导 因为他认为这个祷告文的内容 他竟然把主导文这一篇整的主导文 放在他写的书在大小混答当中 他使建主导文 他使用使徒信经 把使徒信经主导文并类 把它回复在他写的这一本书里面 他认为基督徒是必读的 主导文是必读的 是我们的信仰须知 而且是实际要去实践的 马丁路德认为祷告是人跟神互动 最直接的关系 耶稣也透过这个主导文教导 他的门徒如何祷告 所以呢这个祷告文成了劣势历代 基督徒最常使用的祷告文 为了要帮助信徒能够清楚明白 这个信仰的内容 而且帮助信徒能够建立一个正确 亲密的人与神的关系 不至于我们轻轻乎乎的误用了 这个信徒手手指的祷告文 这个就是我现在的看见 路德对主导文做了很精辟的诠释 路德表示指导文是祷告中的祷告 是所有祷告中最伟大的祷告 路德认为最伟大的导师就是耶稣 他对我们的教导内容 包括所有的属灵的属肉体的 也是人在一切的试炼 在一切的试探 在苦难当中 甚至于人在临终之前 最卓越的安慰 我们这里可以看出主导文在路德心目中的地位 因为主导文是主亲自教导的祷告 他教导我们如何祷告 而且他也给了我们祷告的内容 可以说是神亲自主动 将适当的导文 以及祷告的方式放在我们的口中 使我们对祷告能够蒙神喜悦 而且能够让神垂听 让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 坚定不移的 在路德的讲道当中 只要论及祷告的本质 路德会不厌其烦的回溯到主导文 此外许多路德自己的祷告 皆以他对主导文的理解 作为基础而发展 路德非常殷切的期望 主导文可以作为信徒 操练他们祷告最佳的指引 因为这个祷告文涵盖了人权方位的需要 路德就存在了一九 对不起1522年 四百多年前 他写了一本书 个人的祷告书 Personal Prayer Book 他里面呢 他怎么说 他说当一个基督徒 在任何的时间 用正确的方式 来使用这个主导文的祷告 或者是主导文的任何一个部分 其实这样子一个祷告 已经是怎么样 有任有余了 绰绰有余了 所以呢 他在这里呢 让我们知道说 他力劝所有我们的基督徒 能够很平易近人的方式来祷告 他认为这个主导文里面 耶稣给了我们一个什么 祷告的架构 耶稣也给了我们一个祷告 这个主导文里面是有一个祷告的图画 这个主导文呢 也让我们看到耶稣给我们一个祷告的应许 我们也在主导文里面看到耶稣给了我们一个祷告的能力 所有都包含在这个主导文里面 主导文呢 模式跟主导文的架构 我们也都知道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会背诵主导文 主导文是我们训养的宣告 很多的教会不但会背诵主导文 他们也会背诵使徒信经 但是这不是基督给我们主导文的目的 基督 耶稣用主导文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 我也希望我今天讲完了这一篇主导文以后 让我们对主导文的应用有一些更深一点的认识 因为我们在过去我们很轻忽 我们常常朗朗上口 但是我们却对这个主导文是不认识的 我今天要分享的讲到主导文的架构 主导文的架构里面呢 第一点我们看到主导文是用关系 我们跟阿爸父的关系从这个主导文开始 我们的主导文里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天上的这个阿爸父是我们的父 所以我们从这一点里面 我们看到我们跟天父的关系 我们是遵从我们这个天父的关系 而且我们是赞美 主跟我们的关系 当我们开始一祷告 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是我们天上的父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可以领受从神来的爱 我们让神的爱大大的浇灌我们 也让我们可以领受从主而来的爱 去回应上帝的爱 我们开始一开口祷告的时候 让我们觉得我们不是孤儿 我们也不是师生子 因为他是我们天上的父 我们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们可以早上起来 我们可以向神说 神啊我赞美你 神啊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创造主 主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你不但创造了星辰 你也 也因为这些日夜星辰 我们都来赞美你 你造了花草树木 所有这些花草树木 都要来赞美你 各样的动物 各样的昆虫 各样的野兽 都要来赞美你 我们都是按着自己 你的形象来造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赞美你 因为你是我的神 我要来赞美你 神说在圣经里面诗篇说 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他 我是阿爸父 你的孩子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好父亲 我不再是个孤儿 我们可以提升 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 我爱你 过去我常常不相信说 这些花草树木都有声音 有一次Dr.Neff在讲课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不是小鸟有声音而已 各种这些有声的 植物动物都有声音 我听不出来 但是如果我从这些神的创造里面 来研究的话 我相信 我相信神真的创造这些宇宙万物 因为这些宇宙万物 都是为了要来赞美神的 所以当我们为这样子一个经文一开始 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其实我们可以从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跟上帝这个关系 主啊就让我们觉得 我们真的是他的孩子 第二呢 我要讲的就是敬拜 接下来这个主导文的第二句 他说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知道神的国是借着耶稣基督彰显的 当耶稣基督来到这地上的时候 他传讲神的国 他也显示神国度 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 他就在这个世上设立了神的国度 当耶稣升到天上的同时 神把他的国度留在地上 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是教会 教会就是天国的一部分 当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 这个国度是神借着他十字架 所得着的能力 所得着的权柄 所得着的 神使我们的罪都得到赦免 让我们能够脱离撒旦的捆绑 当我们宣告神的名 神的名是带着能力的 他的名是有医治的功效 神的名是可以释放 神的名是有饶恕 神的名可以捆绑 所以我们叫神的名是 神的名是一个叫我们得胜的名 我们常常说神的名是得胜的旌旗 所以我们听他为耶法拉法 就是耶法拉法就是有医治 然后得胜的旌旗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名呢 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好处都在神的里面 我们常常呼喊神的名 所以呢除了对主的一个尊敬 我们也知道神的名是以马内利的神 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呢我们也知道我们所有的家人 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他们可以从神的名这里 得着从神给我们的供应 今天很重要的 特别杨大诺牧师在讲道的时候 他也讲到说我们一定要教导 我们的会友什么叫做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因为当我们知道神的名 所有一切都在神的里面的时候 我们呼喊他名 我们宣扬他的名 我们尊他的名为圣的时候 这些弟兄姊妹 他们就知道如何在神的里面 来知取从神来的能力 如果我们今天不教他们 这一句经文 让大家都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 他们会失去上帝 为我们所做的这些 他们就得不着这个好处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一切的好处 都在神的名之内 当我们呼求他的名 当我们宣告神的名 我们宣扬神的名 我们尊他的名为圣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着神 对我们所有一切的供应 今天我也举例 我要为台湾祷告 求主求神的国度 要降临在台湾 让台湾的1600万的百姓 可以归向他 我也要为夏威夷祷告 求神的国度要降临在夏威夷 降临在中国大陆 求神的国要降临在缅甸 求神的国要降临在印度 特别现在疫情非常严重的地方 所以我们愿神的国 降临在我们的教会 我们愿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家 我们愿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小组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也许我们会花一些多一点时间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是值得的 如果我们的祷告是含糊不清的 我们的信心呢 也会不确定 祷告真的是要明确 这个原则一直是 韩国的赵佑基牧师 在他写的适度空间里面 不断的对百姓说 你们祷告要明确 我终于明白了 他所谓的祷告要明确 就是我们把对神所祷告的每一件事情 清清楚楚的 我们有时候含含糊糊的 那神根本不知道你要什么 所以当我们宣告神的国度降临 这包括什么呢 神的国度包括神的救赎 神的救恩 圣灵充满 这些都是在神的国度 神的医治 神的祝福 都是借着神的救赎所带出来的 因此呢 当我们在祷告 神啊 愿你的国降临 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 我们呼喊 我们呼喊神的国 神的国就降临在我们的当中 第三我要分享就是神的主权 神的主权里面呢 他说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今天我们要把神在天上的旨意 跟他地上的旨意要怎样 要对齐 当我们祷告愿神的旨意对齐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 因为神的心意 可以在天上畅行无主 因为在天上神的旨意是 自由的运行在天上的 但是呢 当神的旨意要运行在地上的时候 会碰到很多的拦阻 什么拦阻 撒旦的拦阻 什么拦阻 人刚硬悖逆的拦阻 因为人常常抗拦神的旨意 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说主啊 愿主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 如同行在天上 这个意思是说主啊 让我越来越衰尾 让你越来越显大 必要的时候 主啊 求你扩碎我 让我可以舍己 让我可以降伏在你的面前 这个祷告是不是很大胆啊 你愿意你的生命配神来破碎吗 你真的愿意神的旨意 行在你的身上呢 你真的愿意完全降伏于主吗 我们也是这样子祷告 我们求神也可以来饶恕我们 当我们愿意神的旨意 在我们的身上发生的时候 我们得罪人的 我们得罪神的 我们求神来赦免我们 我们也愿意求神自己亲自来医治 我们这个很多伤害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很多在过去的伤害 在现在的伤害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求神的国度降临在这个地上 降临在哪里 降临到我自己的身上 降临在我的家 降临在我的教会 降临在我的城市 让我们可以为全球的家人来祷告 如果我们真的 用这个主导文来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就可以透彻 我们的祷告就可以进入 更深的与神同在 第四个部分我要分享的是 神儿子的名分 我们说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名分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我们在这个部分 我们不需要求 我们在这个部分 我们只要感恩 感恩领受就好了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的 神乐意赐给我们 今日日用的饮食 神施恩在我们生活的 每一个层面上 我们是天上阿爸父的儿女 我们也知道 我们这位阿爸父是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他的名字是什么 是供应者 所以呢 他乐意供应 我们一切的需要 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 他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 不给我们的 我们一切的手需 我们不需要求 我们不需要苦苦的哀求 我们只要感谢 感谢阿爸父 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感谢耶稣 给我们健康的身体 感谢耶稣 让我们可以有地方住 感谢耶稣 给我们一切的手需 也许你领受感谢 但是有些时候 我们需要更 我们没有祷告到的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祷告神 我们感谢神 我们带着一期待的心 神给我们一个期待的灵 神不是给我们一个特权 神乃是给我们一个 我们期待我们的神会给我们 所以呢 神会照他荣耀的丰富 使我们一切手需都充足 神所供应给我们的 他会超乎我们所求修享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不需要求 我们是要感谢 我们只要领受就好 我们感谢什么 我们感谢神的慈爱 永远长存 我们感谢我们 神在供应我们的一切过程 所以呢 我们只要感谢他 我们的一切的供应 都会临到 我们就让我们在这个部分 我们就活在恩典当中 当我读到这个经文说 我们的神 会照他一切荣耀的丰富 供应我们一切手需 我最记得 我在我生命最黑暗的那段时间 我最痛苦的那段时间 我手上都一直戴着一本 小小的小册子 它是荒漠甘犬 我有好几次 我打开 他给我就是这一句经文 神会照他荣耀的丰富 供应你一切手需 我担心很多 我担心不是日用的饮食 我担心我怎样向小孩上学 我担心很多 我从来没有做过的 所以我里面是充满了忧虑 但是神告诉我 他会照他荣耀的丰富 供应我一切的需要 我如果回想过去的那段日子里面 我每一件事情神都供应 每一件事情神都 来照他荣耀的丰富 来供应我一切的需要 所以一个人之所以可以来相信 他们要怎么样 他们必须经历耶稣 今天我们很多人在走人生辛苦的岁月 我们很害怕 我们很害怕说我生病了 我如果这个时候神你没有来救我 我怎么办 我宁可鼓励我们的家人 你何不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 你何不告诉神说 神啊我吃完了这一餐 我的下一餐从哪里来 我相信我们的神会照他荣耀的丰富 供应我们一切的手续 当你走过了人生这些艰苦 辛苦的岁月的时候 你会突然恍然大悟 你会说 神啊 你真的供应我日用的饮食 我说过了 有一次我们因为搬家 天又下大雨 然后呢真的 那天真的没有东西吃了 但是我非常感谢神 神借着一位我不认识的妈妈 他供应了我们一顿晚餐 其实不是只有一次 好几次 我都在最困难当中 神都供应 这些我觉得我很难 一一的跟大家解释 但是如果你们有需要 我可以来告诉你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 第五点 他讲的是一个团契 他说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我们所有的罪 不管是过去的 现在的 将来的 神都要赦免我们 当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的时候 他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 他的宝血已经涂抹我们了 耶稣赦免我们的罪 就像什么 just like we never sin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 我们的教导 就像我们从来没犯过罪一样 所以呢 他免了我们的债 我们常常犯罪 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害怕 我们老是觉得说 我里面是黑的 我里面是罪在是没有被涂抹的 但是在这里 耶稣告诉我们说 他的宝血已经洗尽了我们一切的罪 我在过去也是 常常因为我犯了这一个很大的错 我老是走不过去 我老是不能原谅我自己 直到他时宝要来的时候 他就跟我 他不认识我 他叫我站起来 他给我发一言 他说你一直走不出来 但是神已经赦免我 你不会大过神的 如果神已经赦免你 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赦免你自己 你觉得你比神更大吗 神已经赦免我们了 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 他说成了 一次耶稣为我们定在十字架 已经完全配就付清了 我们已经付清了所有一切的罪灾 如果你向他请求饶恕 你必定要领受神的这个饶恕 我们也是请求神赦免我们 当我们在神的面前 神已经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已经 虽像诸宏 但是神给我们洗的如同公义袍一样摆 所以呢他也告诉我们说 你要把这个罪怎样丢到海里 而且你要挂一个牌子 never fishing 就是你已经把罪丢到海里了 不要再用你的钓鱼竿 把你的罪钓上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请求 神在这一件事情 他赦免我们 我们就让这些罪就留在 他说东离西有多远 神让我们的罪离开我们有多远 所以呢我们很重要的 就是赦免自己的罪 而且我们要免了别人的罪 有的人常常因为一些事情 他老是走不过去 他没有办法赦免那些人 曾经犯罪得罪他 他每一次想起来 他就用鱼竿把它钓起来 但是神说你不要再钓鱼了 不要去把对方的罪 也给他钓出来 我们在这里看到 要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这里面就是你一定要赦免 对方的债 他在这里让我们知道说 不饶恕 不饶恕是仇敌 在我们的生命中 常常设下的一个坚固的营垒 第一扇门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可能不会有人 没有得罪过我们的 我们不会有人 从来没有冒犯过我们的 如果你在过去没有人冒犯过你 没有人得罪过你 哇很清楚的告诉你 也许 也许明天 也许后天 因为过去曾经伤害你的人 这些人让你不开心 但是如果都没有人得罪过你 那我要说你是完人 网罗说如果人人都说我好 我就有罪了 如果你让坏人也说你好 好人也说你好 请问你是不是一个是非不明的人 今天如果从来没有人说过你 没有人得罪过你 没有人让你不开心 那我要说感谢上帝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 我们常常会人一人就会产生摩擦 我们知道这些摩擦发生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样去饶恕这些伤害我们的人 曾经赵恩金牧师在他的书里面 他也说过 他最难的就是这一个部分 因为他说他不喜欢他教会的一些牧师 他说他的教会里面有七十位长老 他有五万个知识 请问当你面对这么多人的时候 你的教会会不会有冲突 你的教会会不会有摩擦 你必须学习去饶恕他们 你必须学习怎么样面对他们 如果你的教会会有冲突 你的教会有摩擦 你要怎么样来饶恕他们 你要学习怎么样来原谅他们 因为我后来看到他讲的这一点 我真的是扑斥的笑出来 他说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黑暗权势 你还可以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你 我把你赶出去 但是如果他们是你教会的弟兄姊妹 是你的会友 请问你可不可以把他捆绑起来 把他丢出去啊 我就知道原来赵恩金牧师 有一百万个会友 他有一百万个烦恼 我们常常希望我们的教会可以做大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很多很多的会友 但是我一听到赵恩金牧师的这么多烦恼 他有七十位长老啊 五万个执事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当他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 他不可以给他们赶出去 他不能用他属灵的恩赐奉耶稣基督的名 他把他赶出去 他只能用圣灵 他只能用神的爱来爱他们 他们越是难 他就需要来爱 所以我常常说你赶除这些黑暗权势的时候 你需要属灵的恩赐 但是当你面对这些不可爱的会友 你需要有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是忍耐喜乐和平 忍耐温柔良壮性子 所以你要来爱他们 我们看到在这个团契的部分 你需要赦免他们的罪 如同人也赦免你一样 你不但要请求他们要来饶恕你 你也要在神的面前祷告说 神啊我也曾经伤害过别人 请那些人也能够来伤来饶恕我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上帝的带领 上帝的带领里面呢 他说不叫我遇见试探 就我脱离凶恶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两个最大的仇敌 你知道哪两个最大的仇敌吗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生命的罪 引而未宪的罪 已经犯了的罪 另外一个就是撒旦 我们最大的仇敌就是我们的罪 另外一个最大的仇敌就是撒旦 这里在说什么 他说你让我不遇见试探 万一我不信我遇见了落入的 进入那个试探 主啊你要救我脱离凶恶 我们知道试探是难免的 我们在受训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们说 我们怎么样 我们不能让那个鸟 在我们的头上煮草 但是我们却不能怎么样 不让鸟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去 马林路德为什么讲这一句话呢 因为我们知道鸟一定会从你的头上飞来 回去试探会怎么样 试探一定会来试探你 试探一定会来搅扰你 今天我要上线之前 我突然收到一个钉 一个朋友寄给我一个视频 他说现在疫情蔓延 所以呢 有人呢就会打电话告诉你说 我发现 你有这个 你这个检查出来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会告诉你 你要来找什么人 你要到什么地方去报道 你要做什么事 但是事实上 这些是要骗取你所有一切的资料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 多少人借着电话 span的电话来打电话来骗你 而且来让我们落入这个试探 这就是一个试探 但是今天呢 我们求神说万一我不信 我已经落入这个试探 但是你要救我脱离凶恶 所谓脱离凶恶就是 你也把钱也给他了 把什么都给他了 你很多人 特别是这几年 两三年 连牧者也被骗了很多很老实的人 常常因为打电话说 你怎样啊 你需要怎样啊 所以他们把他们的信用卡 把什么都给他 所以他们就落入了这个 不但落入试探 而且已经配人 把这些金钱都骗走了 就是要脱离凶恶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 万一我不信 那个鸟不是只有在我的头上飞来飞去 这个鸟你千万不能让它在你的头上煮草 所以你要求神叫你脱离凶恶 当我们祷告到这里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认清什么是罪 让我们能够认清撒旦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是什么 所以我们才能够脱离凶恶 接下来我们会将 所有一切的权柄 荣耀归给耶稣 我们会说因为国度权柄 权是你的 所有的所有权 这些是国度权柄荣耀 权是你的 他在这里让我们看到 这就是一个主导文 主导文最重要的就是照着圣灵的流 让我们明白 耶稣怎么样教导我们 耶稣教导我们整个的这主导文的过程里面 我们如何借着这个主导文里面 让我们能够更深入的能够明白 耶稣教导我们这个主导文里面 我们怎么样来祷告 其实在过去我们对这个主导文的不认识 因为我们常常像杨道诺牧师所说的 我们一直活在这个素食文化里面 在这个素食文化里面 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需要 那么呢 我们很快进去祷告 很快我们就想要 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 但是我们在这个主导文里面 我们看到是什么 神使用从一开始 我们用这个关系进去祷告 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 我们看到神的果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看到神使用的这些步骤 一个一个一个 他已经借着我们的祷告从开始 已经逐渐的进入更深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祷告里面是有能力的 主导文其实不是让我们用讲的 主导文让我们真是用我们的学习 我们去操练如何的祷告 我们学习主导文的祷告 最主要的目的是 借着我们的祷告 能够让神的圣灵的流 可以在我们的里面运行 所有的祷告 所有的关系 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从一个关系开始 那我们借着祷告 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来领受从神的爱 让上帝的爱 借着我们的祷告 把他的这个爱 可以overflow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我们相信 主导文是一个关系的祷告 主导文是让我们用来操练的祷告 所以让我们借着主导文 领受从神来的恩典 借着主导文 让我们可以操练神跟我们的关系 所以我今天分享到这里 耶稣谢谢祢的恩典 谢谢祢让我们今天的聚会 让我们的家人可以分享 主啊在祢的保守看顾之下 主啊祢供应我们是丰丰富富的 虽然今天有一些家人不能上线 但是主祢也自己 祢的圣灵来感动 圣灵来吹逼 主啊让我们都同感一领 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主啊特别在这一段 主啊时间 让他们也都能够找到 三人小组能够一起来祷告 主啊来帮助 主啊不管找认识的不认识的 主啊祢让我们有一颗火热的心 主啊祢也给我们属神的话语 主啊让这些话语再一次 主啊再翻转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分享的每一句话 主啊祢也自己来封存我们的见证 因为我们要祢的见证再复制见证 主啊谢谢祢 谢谢祢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心中所有的意念 主啊都要跟你对齐 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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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